众所周知,由于清政府不愿意和洋人通商,仅仅开放了少数几个口岸,所以洋人大量的货物无法清销,最终英国人用鸦片让中国彻底沉沦。 起初,鸦片烟从海外流入民广沿海,消费形势的改变最终使稀有的药品变成昂贵的奢侈品。 烟,消费阶层也从上流社会转向一般富家子弟,块土价值数万钱,终碎但供一口烟,从此以后,中国的街头大烟馆遍地开花,隐君子一时之间成备出现,中国人的体制迅速下降,这些状况清朝的君臣自然都看在眼里,他们也明白,鸦片绝对不能在中国继续流通,所以在皇帝和慈禧的支持下,禁烟活动正式开始。 林泽徐就是吉仙丰,深宫之中的慈禧虽然不曾吸食过鸦片,可他耳濡目染也知道,这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。 所以起初,慈禧对鸦片的态度深无痛绝,宫墙之中更是严禁出现鸦片。 咸丰是一个老烟鬼,虽然他老爹道光一直在进烟,但是他就是仇,不管哪个,结果自己变成了短命鬼,只活到了31岁。 事实上,从臣子们雪花一般的奏折之中,慈禧早就对鸦片为之入虎。 早年,他对毒品的态度非常坚决,那就是禁止。 这其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,他男人咸丰皇帝的死,跟西大燕就有很大的关系。 然而,随着年龄的增大,慈禧的身体慢慢出现了问题,60岁以后正式步入老年。 他更是患上了痢疾。 痢疾本来不是什么大病,只要坚持锻炼完全可以根治,甚至吃药也可以缓解。 但是对慈禧来说,这两种方法全都行不通。 第一,身为大清的女主人,她必须要顾及添加颜面,自然不可能去锻炼。 再者,慈禧虽然贵为太后,但身体素质实在不敢令人恭美。 常年服药也给她的身体带来了不少隐患,所以慈禧的利己总是无法痊愈。 一旦有什么吃得不舒服,她就犯病。 古人经常看医书,很多人甚至还能够自己开药方。 慈禧就经常看医书,有一天突然翻到了医书上面治疗利己的记载。 书上明明写着,阿芙蓉可以治疗利己,慈禧大喜过望,同时不免对她医院的医生们异常愤怒。 既然书上早就有治疗的方法,那为什么不早早上报呢? 慈禧叫来大太监李莲英。 李莲英听说太后要服用阿芙蓉以后大惊失色,原来阿芙蓉便是鸦片的别称,医生们之所以不敢给慈禧开这个药,完全是害怕担责任。 慈禧通说之后沉默了片刻,然后问道,阿芙蓉究竟对利己有没有作用? 李莲英只得肇实回答,阿芙蓉的确能够治疗利己。 慈禧听到李莲英的回答以后大喜,命令立马给她送一份鸦片来。 事实上,大清虽然明面上进烟,可是朝中的那些公亲老爷们大多数都是有大烟瘾的,所以说想要弄一块鸦片实在不是什么难事。 慈禧太后吸食鸦片以后,断食感觉身体飘飘欲鲜,并且利己大有好转。 平日里,身子各处的疼痛也大为缓解,身子突然轻松了好几倍。 但受到鸦片的好处以后,慈禧竟然下令,从此以后,凡是年龄超过60岁的老人可以不用敬言。 这对大清朝的经验运动来说,简直是致命的打击。 从此以后,中国的大烟馆光明正大的开张,大清朝的老老少少们,又一次开始了大烟馆吞云吐雾的舒坦日子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